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扫东海岸 你看一片绿油油啊 包括年老树盘跟40年在化妄生 这个地方我去过我相信90%的独有 现在在线上有多少人我看一下 在我的YouTube就已经有5000位独有在看了 谢谢你们蛮多人的 在我的YouTube就5000人 YouTube Facebook还不知道 有去过化妄生的独有可以发一个Hello 我相信并不多独有去过 我去过 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市区 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很偏僻的 在化妄生老树旁跟40年的孤里竟然也惨败在那里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旋风是有多么的大 首先当然是这个巫统的执政真的太不得人心了 其实我一直都讲你从巫统的角度来讲 你3月5月大选其实是最好的 趁着当时俄乌战争还没有打 当时已经是风起云涌 要打不打的时候还在部署的阶段的时候 你敢敢去大选 而且你当时已经赢了柔佛州选举 你应该马上去大选 而且越早越好 现在沙比里也承认了 他说他其中一个拜英就是拖延选举 应该快刀斩乱马 在5月的时候就大选 沙比里也已经讲了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而这个主他没有持大选所引发出来的 就是各种各样不可预计的情况都出来了 而且你没有远见 当时我们都知道 post-covid的情况 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会非常的糟糕 然后战争一开打 原油必定会受到影响 俄罗斯是世界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油出口国 原油供应必然受到影响 海上供应链必然受到影响 因为一打仗你要用的运输 他们就会封锁海峡 然后用的运输你要避开这些 争端区域 所以海运会受到影响 海运费会大气 生活费必然高涨 然后我们派了很多钱 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巨动 你应该在这些炸弹还要爆不爆的时候 敢敢举行选举 但他错过那个黄金时局 拖到了10月才来解散 我一直都说这是很词的 当然这个词是有利于我们不支持西盟的人 不支持国盟的人 但是你想象一下 他这个时候选举 讲Wendy Banje 其实Banje并不多 你看Wendy Banje这个字没有人用了 完全没有人用大选之后 所以之前跟你说水灾不能投票 其实只有沙巴一个趋势 因为水灾而展员的 大多数的投票都顺利 我投票的时候就没有遇到下雨 所以政治人物讲的话 大家信一层就可以了 剩下九层自己思考 不要轻易的会被忽悠 不要轻易的被带风向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巫统自己的思策 然后加上他们一直不愿意跟贪污腐败 产生形象极度糟糕 我告诉你马来西亚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人物 形象比Zahid糟糕的 纳吉他的贪污腐败 他的案件或许比Zahid严重 但是纳吉会经营他的形象 他有重金聘请团队来打造他的形象 但Zahid完全没有 所以Zahid是马来西亚形象最糟糕的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比他糟糕 而巫统一直不要跟他切割 然后Zahid又不愿意放手 你看现在轰他下台的声音 强到不能再强有独有问 为什么Zahid还是主席 因为他脸皮够厚 他当做听不到 各种各样的领袖 包括区部都已经叫他上台了 他今天找了300人来支持他 我开头以为是131个区部 主席来支持他 结果并不是 是131个区部的党员来支持他 才只有300人 大家知道一个巫统区部平均有多少人吗 2万人 2万人191个区部 他说有131个区部 等于一个区部才来两个人 2万在2个人 2个人在2万里面是多少%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 所以第二个肯定是Zahid的因素 第三个是巫统错判了形势 没有先举行党选 当然这个没有举行党选 也是因为Zahid自己自把自为 他死都不要党选 他要做主席久一点 这不管沙比里的事情 但是沙比里自己想做首相9 也有这样子的成分在里面 其实以他首相的权力去推动 跟巫统改选 绝对是可行的 但他们这些事情全部都没有做 没有做的结果就是11月的大败 这些综合起来造就了马来选民对巫统的失望 对巫统的失去信心 刚好替代的是一个全马来人的政党 全马来人的联盟 你看PN73席在西马银的 没有一个印度同胞 没有一个马来同胞 没有 国阵至少还会有 还有3个 4个加上沙巴 4个摆设的面 但是我们只谈西马 有3个 国盟是完全没有 所以马来同胞可以很放心的 把票交给他们 至少我们的权益 我们所谓的Katuanan 被巫统守护了60年的马来人的尊严 马来人的主权 不会丢失 因为他是一个纯马来人的联盟 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 造就了伊党的崛起 其实伊党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的强大 他自己也在内乱 他自己也在内乱 包括给他开除出去的Katuanan 也有上阵Katuanan 本来他是远任议员 但是也是惨败 一度传出他胜选 我还吓到一下 哇他可以胜 结果那是开票开到一半 他曾经领先 但结果也是输得很远 所以这个是最主要 绿色风暴会很少的原因 所以我顺道讲一下 本来他有机会做政府 曾经掌握105席的支持 但这个支持已经分崩离析了 所以慕尤丁也接受现实了 但是很多人在想 很多人在讲 国盟做政府 慕尤丁做政府 马来西亚就会变成回教国 肯定会倾向保守 政策上会倾向保守 不会有开放的政策 但马来西亚不会一夜变回教国 其实真正应该担心的是 伊党所掌握 新掌握的州政府 像波里斯 还好霹雳 还好巴汉 现在巴汉还不明朗 巴汉还不明朗 霹雳没有给他拿下 这些州政府 他们要去推动 这些医教的议程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因为种族的比例分差实在太大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去进行 然后他可以通过 这个营业执照的方式 来限制 来推动你的伊斯兰化进程 不给你开 随便卖酒 这个就是市议会掌控的 就是州议会底下的市议会掌控的 7-11买不到酒 然后要撤回你这些执照 酒吧的执照 然后toto 这些万字票的执照 所以更应该担忧的 其实是这些州属 我相信他们 步入回教化的路程 像吉兰丹 像登加楼 是肯定的事情 但全国范围 即便他做政府 我告诉你 他必然要向中庸靠拥 你看伊党在做政府的时候 RUU35提都没有提过 我说提成的提 不是嘴巴提的提 他嘴巴一直有说 我们要 我们要 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意识层之上 原因就是如此 所以回教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但是他能够大赢 最主要的原因是巫统太过laps up了 在这一切选举 真的找不到理由可以投给他 所以接受了 遭受了这个惨败的情况 那我教给你 其实对于这个STP我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也学到东西 刘博士继续 没问题 就应该是先停在这里 过来红律师可能你可以补充先 因为我们已经40多分钟了 如果还有东西的话 是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这一次大选的得票率 公正党竞选99个席位 拿到多少票 240万的票 14%左右 14%左右 240万对 跟行动党拿到的票数 行动党竞选55期差不多 那你知道回教党赢了多少票吗 也是230多万接近240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得的选票 是分庭抗礼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巫统 巫统所拿到的票 好像才 不到200万 不到200万的选票 所以 绿色崛起这是肯定的 但这个崛起 并不是他本身的强 而是对方的弱 这个是我想要告诉给大家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对回教话的引流 太过的担心 当然我们要预防 其实我一直认为马来西亚最大问题 最应该产出的政党是巫统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一次大选都具有其正面意义 不管谁做政府也好 大家不要说投了一个寂寞 投了一张废票 最主要我们把 把持马来西亚朝政60年的政党 完全崩解 完全瓦解 这个是非常大的成就 在2018年他还是第一大党 在这一届他变成了第四大党 甚至第五大党 如果只算巫统 其实他只赢26席 并不多 然后他在西马只赢20席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竞选117席 只赢20席 以圣选比例来说 他是表现最差的政党 全马来西亚是表现最差的政党 当然你不要拿零席来讲 如果你拿零席来讲 像民政党竞选21席 一席都没有胜 那他的胜率就是零 这些不要讲了 你拿马华来比 44席胜1席 我看比率应该还会比 巫统好一点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反正他的胜率非常非常的低 这点大家要知道 然后回教党 回教党 他其实 回教党是第二个应该要铲除的政党 我们不应该有宗教为导向的政党 这是很明显的 其实你如果有留意 德国的政治也好 他们很多是什么基督教民主政党 基督教社会政党 都会以基督教来命名 但是他们的政纲里面 是不会以基督教为纲领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政教分离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希望 伊党可以不要以宗教来自国 像他在选前投票的时候说 不投给我你就要下地狱 其实跟以前 Nick Argyz Nick Argyz都是我们觉得很开明的领袖 他也讲过一样的话 但是他倒反过来讲 被骂到半死这个是讲 你不投我你会下地狱 Nick Argyz是讲 你投回教党你会上天堂 Undi Pass Marshot Shogger 大家可以去找这句话 其实是Nick Argyz 就是Tok Guru他所讲的 所以一个以宗教为主的政党 他必然会有排外性 因为宗教本身就是排外性的 我的宗教是对的 你的宗教是错的 大多数的宗教都是如此 只是我对于你的错 我能包容还是不包容 如此而已 所以回教党当然也是一个 我们投不下去的政党 也是一个投不下去的政党 尤其为什么这么多华人不喜欢他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 因为宗教的关系 其实你去问吉兰丹居住的朋友 我看到很多吉兰丹的网民一直说 你们不要一直讲什么 回教党执政 我们就完蛋华人会死 我不是华人的 我在吉兰丹 我在登加楼生活的这么久 我们这边经济发展比较好 生活比较春朴 但是我不觉得我受到歧视 我不觉得有怎样 网络有这样子的文章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有一位还是网红写的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share 等等 但是 现在的伊党 越来越走极端 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他想要圣选 他想要突出出来 然后他一直都找不到一个formular 他现在他把这个formular奉为玉帛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走 我们要走这条极端宗教化的路线 就是要比别人更圣洁 比别人更虔诚 比别人更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诲 而你越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诲 就会体现你越排外 因为我们的宗教的教诲 其他人的宗教教诲 跟你是不一样的 其他宗教的生活方式是跟你不一样的 你越虔诚就会显得你越格格不入 所以这个自然就会引起他人的惧怕 所以我在电视台 他问我怎样马来西亚会更好 我给了两个意见 第一个意见我就不讲了 因为应该很多人也听过了 最主要的第二个意见我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其实很多雪龙人 很多槟城人 我很讶异他们一个马来同胞都没有 真的 一个马来同胞的朋友 不是同事 朋友 没有 完全没有 不像我是在Joho长大 我的学校只有18%华人 所以有马来同胞的朋友 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 他们读小学 读读中 然后上大学 然后工作就进华人公司 完全没有马来人的朋友 完全没有跟马来同胞出去喝过茶 完全不懂他们的生活方式 完全不懂他们的想法 所以你想不到 他们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其实马来同胞是很温和的同胞 是很包容性的同胞 真正让我们觉得我们有存在隔阂的 是政党 是这些废材 是这些政治人物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堵墙拆掉 当政治人物在极力的建墙 你看伊党在建墙 巫统在建墙 甚至行动党也在建墙 他要区分你我 因为这样子我可以稳固我的基本盘 但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堵墙给拆掉 多去了解他主 这是我一直都强调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跨出去 跨出去不是叫你说 你要把自己的权益给他们 是去教这些朋友 去给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 也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 交回给刘博士